按部就幫我來看好了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我希望能夠把那個什麼 編號部分 像第一個我先解決產品編號 當然我可以在 幾個做法 要不是在B欄 的 隔壁 C欄就按右鍵 可以插入一個什麼插入一個空白的那個欄 那這一欄的話就是 可以從那個編號去查到名稱 所以我把產品名稱 的欄額名稱複製過來好了 因為 剛好對照表在旁邊 所以把它摳過來就OK了 再來的話利用什麼利用這個去查到什麼 查到那個他的名稱 那查詢的話我想這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微軟函數 這應該沒問題吧微軟函數 沒用過嗎 不管你有沒有用過了反正我就是 再把那個 最重要這個函數 微軟函數實在太重要了如果你 使用那個說的分享不會微軟函數很多事情你會做不出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編號 查出那個他對應的這個 名稱 所以呢 第1步游標要放在那個 產品名稱 第2步的話呢 請你 插入那個函數 那特別是有那個Excel裡面的250幾個函數都在這裡 插入函數這個按鈕 那我們只需要找到 對應對的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名稱叫Viro函數 所以 插入函數 OK 應該沒問題吧 那再來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 再把類別選取 因為他其實這邊有分很多類別 那Viro函數是放在那個-4與參照 OK所以記得是在那個 插入函數然後呢 這個選取類別部分 請你找到-4與參照 那我是建議啦 以後你要學那個函數的話 請你按照類別來學習 為什麼 因為按照類別來學習 他會比較集中 而且以後你比較找得到 盡量不要就是從頭 蠻常看到是同學從頭找到尾 找完之後的話又沒有類別的概念 所以經常怎麼樣 好像東學一點西學一點 完全沒有章法沒有系統 好像今天會明天忘了 明天可能又忘了怎麼使用 所以 盡量還是有系統的學習 那函數主要就是說 他有一定的那個使用規則 所以你要學的應該是使用規則 不是去背說哪一個函數怎麼使用 你規則會的話管他哪個函數 反正給對的資料 他就給你對的結果 OK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慢慢習慣 不是說去背 我發現很多人用背的 背的怎麼背的完 250幾個 所以第一個呢你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你記得 1油標放這邊 2 上面插入那個fx 就插入函數 3就是選那個減4與參照 4的話呢 他會切到減4與參照裡面的話 請你把這個 旁邊這個卷軸拉到最下面 他剛好在最後一個 所以他在那個減4與參照裡面的最後一個 V-R函數 那一般的話呢 V-R函數 你來確定做的 這個函數使用的方法基本上 就是 有點互動的 他會問你4個問題 你只要把這個4個問題 要的答案給他 他就會給你對的你要的結果 就這樣 就互動 其實函數有一個 需要注意一點的點 就是 你要跟他互動 他會問你4個問題 函數我覺得 比較容易出錯 比較容易學不好的原因是出在 那個Excel裡面前面問你的問題 都是用英文的方式問你 那這個其實對於 在 台灣可能用習慣用中文 所以你突然給一個 那個前面的名稱 突然會看不懂 所以其實如果你能夠看懂 他前面問的問題 你大概 我想 函數應該每個都會 只是主要我覺得卡在這裡 不過有的時候當然 儘量就是說 你會慢慢學習看懂前面的東西 我想 以後的所有函數應該都會用 真的 而且那個規則 慢慢習慣 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函數 即便我都沒用過 但是我一看前面的問題 大概都知道怎麼用了 所以在 關鍵 他 他有4個問題 我分別來看 第一個問題是 講白話的LugarValue LugarValue 其實你看 是什麼 其實講白話意思說 請問你要找什麼編號 那我郵票放這邊 我要找前面這個編號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把編號給他 有沒有 那你點選什麼 點選 B2 再把B2這個詞 放到這邊來 你會發現後面就是他帶過來 所以 高雄說我的詞在B2 他會在右邊顯示 預覽的結果 你的編號是T001嗎 沒錯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右邊 如果點下去 不是編號 那表示你是錯誤的 OK 那第二個問題 他問你說 Table Table就是表格 Array是一個 陣列或範圍 意思是說 你要比對的那個 表格在哪裡 比對的表格就是 我的 編號 對應到的名稱 所以你就選什麼 選H2 到 H2 一直到I 到I4 這個範圍給他 意思是這個範圍 那他 這個Vira Rule 他一定是 幫你比第一個欄位 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OK 然後呢 你要把第幾個欄位帶回來呢 所以第三個問題說 意思說 COL是Colum Colum指的是哪一欄的意思 Index指的是索引詞 白話意思說 請問一下你要找 一定是找第1欄 幫你把第幾欄 所以目前這個表格只有2欄 所以我們把第2欄 那未來 你那個表格如果有3欄 4欄 5欄 以此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三個問題就輸入2就可以了 那最後一個問題 Range Luca 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找完全一樣的T001嗎 如果4的話就輸入0 如果呢 輸入1的話是說 如果找不到T001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 接近的值 OK 理論上 當然我目前都有 這個 編號 所以我這邊就輸入0就可以 所以後面是輸入2 第二欄的意思 所以特別說中文意思 來輸入0 那如果說你這些 慢慢可以把那個前面這些訊息 的中文意思 能夠體會出來的話 以後說真的 不管哪個函數你大概都會 最多最大同學的 罩門好像都在這裡 看不懂前面的敘述 OK 沒辦法 微軟應該也不可能在下個版本 把那個前面都變中文 除非 每個人都把寫信給他說你中文翻譯可不可以翻譯得好一點 不過他會理我們呢 台灣市長太小 他應該也不太會 特別為那個 OK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現了 OK 不過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當然接下來就是說下面還會有 那個 名稱部分還要在查 所以你會發現他查完了 查完OK了 他 T01查到 大哥大手機帶過來 但你接下來想說我要向下填滿 有沒有全部填滿到這邊 可是你會發現他找不到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之前你可能要 注意啊 這個Viro函數裡面 把他再切回去剛剛那個 所以游標放 Viro函數 再插入 這個函數一下 記得如果說我們將來 假如你要把他向下填滿的話 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說呢 他 裡面只要是B2 有藍有列的話 那個列號向下會加1 所以特別注意喔如果說我這個table 在B2我向下會變B3 這個OK 因為我要向下再抓其他邊 沒錯 所以 這個B2不用鎖 那 H2 到 I4這個範圍 如果他往下 他變H3到 I5 範圍好像變了 所以喔 最大問題是那個查詢tablearray這個 一定要把它 把它不能改變 不能改變最簡單的方法 記得就是把 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一下F4 選取就按F4 那F4 就會自動F4有沒有 F4最大的變化在哪裡 就是加那個錢的符號 F4 那這個錢的符號意思是說 我向下填滿的時候你不要自動幫我加1 有沒有 他在2的前面有個錢的符號 4的前面有個錢的符號 那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個 這個範圍鎖定住喔 你不要 向下填滿就幫我自動再加1 OK那把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再向下填滿 不過特別注意喔向下填滿有幾個方法 意義是下降向下填滿 到這邊放開 OK 不過 這一招我覺得 不OK 如果以後你們要學 應該 直接在這空點上點兩下 油標先放在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 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 向下填滿完成了 不過因為我之前我都直接很順的直接就點兩下 不過好像之前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你怎麼做的 我說不是這樣子嗎 工作裡面不就是點兩下就好了 他說 沒有我們都是只是這樣拉 但是問題你要拉過頭啊怎麼辦 對不對 拉過頭就要拉回來 拉回來又拉過頭了 每天就拉俱戰喔 所以 我是建議你乾脆要學一個 比較對的方法啦 這邊點兩下就好了 這樣就OK啦 不過呢 點兩下你要點準喔 因為他那個空點蠻小的有沒有 一定要出現黑色的 本來是 白色的十次 移過去變黑色十次 再快點兩下 那快點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 手是不能抖的 就是要快點而且要很精準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就大功告成 好處就是說如果你支援那些多的時候啦 你就不用在那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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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看知道到了沒 還要插車 太辛苦了吧 OK 所以 有些方法 我覺得用對的方法 用起來其實蠻順暢的 OK 那所以請各位第一個試一下就是 這個地方 那公式 在上方 或許如果 怕忘記 其實可以把那個公式抄在那個 筆記 講義上面 那這樣的話呢再試做點兩下 OK 就完成了 那一樣的方法請你把區域編號的右邊這邊 再插入 一欄 那這個叫區域名稱好了 也許叫區域就好了 區域 OK 但區域怎麼查 特別說如果你要查的話 你要記得 這邊是跨欄之中 那我建議啦 以後呢 你們如果要 再未給樞紐分析的資料 盡量 不要使用跨欄之中 我建議啦 盡量不要用跨欄之中 因為跨欄之中你在Word裡面排版OK 可是你Excel裡面啊 盡量不要用這東西 這東西太麻煩了 因為你加上去 還OK 你要把它拿掉 就不太OK了 不太容易啦 花很多時間 另外的話沒事也不要把它擦空白裂啦 空白藍啦 因為它就是一個完整的東西 你不要加一些有的沒的 盡量讓它保持 比較像一個資料庫的樣子 因為它實際上 所以我分享的來源盡量就是資料庫來的東西 那所以呢怎麼辦呢 一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 編號部分 把它恢復成沒有跨欄之中 那怎麼樣沒有跨欄之中呢 加跨欄之中應該各位知道吧 在上方有個 常用的面板裡面有個跨欄之中 加是這樣加 有沒有選三列 跨欄之中 那去除的話也很簡單 就點它一下 把跨欄之中取消 這樣就OK了 不過呢底下有一堆對不對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乾脆整欄選取 整欄按跨欄之中 它就整欄全部取消了 你不要一個個慢慢點 再浪費時間了 你就是整欄 選取 整欄再按一下跨欄之中 它就全 但問題是底下的東西怎麼辦呢 你會發現有空白的 那空白就是複製它 複製怎麼複製喔 不是叫你什麼Ctrl C 然後Ctrl V 再貼嗎 那太花時間了 比較快的方法是也是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它會自動加一號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如果說你這邊喔向下填滿不要讓它加一號的話 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那你不要Ctrl C慢慢貼 別太浪費 你可以按Ctrl鍵 再去拖拉 放開 這樣就OK了 按Ctrl鍵是說我不要 如果幫我加一號 OK 如果說你直接向下拉它就自動加一號 那你如果不要按Ctrl鍵 往下拉 這邊Ctrl鍵往下拉 這樣的話呢 大概就長這樣啦 編號可能你們 原始資料我記得我這邊有改過喔 如果你編號跟我長不一樣沒關係 反正主要是 那個那個樣子有出來就OK了喔 那這邊 把它向下拉 就是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向下再按Ctrl鍵向下拖拉 最後這個範圍的資料 也許你就再把它自動一下 讓它看起來長得像一樣 那區域編號就有了 那區域編號有了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再把 區域編號 右邊這一欄 的 區域再把它查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主要是利用那個V的函數 這個函數 把 需要的資料查出來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以色列裡面如果不會有用這個函數 因為很多地方你真的就 頭會很痛 因為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變成你要 慢慢用對照表慢慢查 慢慢重區嗎 應該沒有人這樣做吧 如果這樣做的話實在是 資料永遠做不完 質量少還可以啊 這樣多的話那不得了 OK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那個 把 通訊產品的統計這個 販利檔裡面再增加一個所謂的產品名稱的欄位